牛先生 牛先生 吃饭了 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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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不要过来 我染上天花了 会传染给你的 天花 天花至极重则致命 青则炼麻痹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蝴蝶谷 到外面借宿半个月 也免得我将天花传染给你 我不走 若是我走了 谁来扶持你啊 要你走你就走啊 我不走 还好我懂一点医术 也许能帮上忙的 张无忌 你侯伟没用 我知道怎么做 才不会被你传染的 你真的不走 其实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这几天我觉得身子舒服多了 这表示你对我的寒毒有所费心了 我爹说 受人点滴针当涌泉相报 如果我现在走了 那我还算什么呀 所以我现在不能走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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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福不是祸 是祸 是祸躲不过 语先生 你说什么呀 语先生 胡先生在吗 胡先生 胡先生 空洞派胜手嘉兰 简洁求见蝶谷一线 胡先生 怎么了 我偷好养 请胡先生帮我医治 不管花多少钱 我照付 好养啊 我养得受不了了 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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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门下弟子 薛公园先来后到 先救我 我也养啊 胡先生 先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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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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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金花婆婆 金花婆婆是谁啊 金花里面还有剧毒 你要告诉他们 我身染重病 不能帮他们医治吗 我说了都说了 可是他们没人理我啊 那就把他们赶走 赶走 你怎么赶走啊 哪是你的事 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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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你怎么说啊 你别吵 我什么都听不见 别吵了 别说了 你们听我说 首先呢 我也是个病人 他呀 得了天花 也没时间来帮你们看病了 不行 顾先生不医我 我就不走了 就是我也不走了 我看 你们耍赖了 金花主人 要我们死缠烂魔 非缠磨到胡亭牛 帮我们医伤不可 对啊就是 对啊 我好着不走了 我也不走了 我又不是这儿的主人 没权利赶你们走 你们随便好了 我没有杀利赶 你不忍得吗 快 快 你怎么回事 快 快 快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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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我叫张无忌 你是张翠珊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 前一阵子 你们一家人的师父 轰动了整个武林 说起来 我和武当派 还有一些怨恨 是吗 那我应该叫你 忌姑姑的 我就叫你无忌哥哥 你是 我是杨不悔啊 不悔妹妹 忌姑姑 我看你脸色发青 一定是中了剧毒了 要不然我帮你先看看吧 好 等我一下 好 好 来 来 来 姬哥哥 你用去试试 觉得怎么样 姬哥哥 觉得怎么样 姬哥哥 你在 cheering 男女朋友 尔特聪 Hof 你认识 男生 活ful 女 Hon 小兄弟 小兄弟 牛先生 牛先生 别来烦我 牛先生 我知道你不治 可是我想治 但是这些人的症状太奇怪了 我看过历书中都没有记载啊 牛先生 你在听我讲话吗 这些人又不是我明教中人 死也好活也好 我才懒得理会呢 这我明白 明教 牛先生 我有个问题 假如一位明教弟子 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伤 但是肚子胀得很大 这应该怎么治啊 若是明教弟子 我便用山甲 灰尾 五花 生地 灵仙 雪节 仙桃 大黄 乳香 还有墨药 以水酒煎好 再加铜变 不后便会泄出腹内 一血 车 小兄弟 弹死我了 快快快快快 怪我 别动 住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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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跟轮道我了吧 哎呀 哎呀 你不在手啊 疼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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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小兄弟 哎呀 小兄弟也开我了 假如有一名教弟子 头皮发痒难耐 那更是小事 只要用男性 防风 白纸 天麻 枪活 白斧子 花蕊石等药物 捣乱 祸以热酒 服用便可 慢慢喝 假如有一名教弟子 左耳被人灌入千水 右耳被人灌入水银 眼中又涂了生漆 那又该怎么办 金花婆把真带动 游先生你说 这应该怎么知道 倘若男人是名教弟子 我便用水银灌入他左耳 千块容易水银呢 便随之流出 然后再以金针探入右耳 水银便可负于金针之上 慢慢取出 至于生其入眼 是以螃蟹捣吃服制 祸能化解 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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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怎么样 不疼啊 不疼啊 真神啊 小兄弟 你真是神医啊 我的头不痒了 我也好多了 多谢啊 回去以后啊 你们一定要继续服药 我想以后的病啊 就可以痊愈了 谢了 谢了 鸡姑姑 福气 鸡姑姑 你的脸好了 是啊 虽然说 谢谢比较生分 但是 不疼 真要好好谢谢你 无忌哥哥 你没事吧 好疼啊 我看看 没事 回去啊 帮你上点药 你怎么了 这个了 我帮你编的花罐 摔坏了 哦 你在心疼这个花罐啊 没关系 坏了以后 回去再编一个不就好了 对 再编一个 嗯 再编一个 哦 宝儿 你要 我在这儿 哎 鸡姑姑 哦 你的 你的脸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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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哥哥 这药你有没有加过别的东西啊 你为我煎了药 我怎敢乱加东西呢 药不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无忌哥哥 娘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早晨就只喊疼 今天早晨 姬哥哥 跟你说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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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的没错 懂得只有我和那只牛 果然是牛先生的倒鬼 为什么嫁害于我 你是不是金花婆婆派来的 牛先生 你叫我救人 为什么自己又要害人呢 你说话呀 牛先生 你是不是没脸见我 你 你是谁呀 牛先生 牛先生一定遇害了 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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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真的遇害了 牛先生 他真的遇害了 怎么了 那个女人怎么了 被急够够困住了 牛先生 你没受什么伤吧 他真急 你不要管我 马上带他来见我 等等 超红队里面 上面数第三个 你拿三地牛黄炫接单 给他扶下 快点 你说什么 快去 迟了就来不及了 牛先生 我整拼拿去了 好 别动 快扶下 快扶下 滚开 又不知道你好心 是牛 是胡先生要我让你扶下的 走开 我叫你走开 你真烦 五季 这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把他带去给牛先生吧 走 要给他吃了吗 吃了 照您的意思 三科 牛先生 我给你介绍 你怎么有内伤 谁把你打伤的 你问他们 你 纸哥哥 别这样 五季哥哥 五季哥哥 一定很疼吧 难姑 此凡你毒上加伤 若是我能把你治好 咱们永远不要再比事 好不好 这么一点外伤 算不了什么 这次我服的是什么毒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牛黄血结丹 要是真能治得好我 我就服了你 就只怕一仙的本事 未必急得上毒仙 那古十年前我就承认 我这个一仙 远远比不上你这个毒仙 每次都是你故意让着我 这次我就要自己毒自己 非为你证出法报不可 这也是何必呢 我们为什么为了一起 这张比来比去呢 牛先生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句话 五季兄弟 刚才我一时性急 多有得罪 还请你原谅 这些我都没想 我不明白的是 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呀 五季 你与我有救命之恩 可是刚才 为了我的夫人 我才冒犯你的 夫人 她是女夫人 对 我夫人 我夫人姓王 归名 满屋 我们是同门的师兄妹 我专攻一道 她学的 却是毒术 有次她向人下毒 我其余争强好胜 不管对方身份 将其一好 就要这样 接二连三下来 夫人她 你夫人火了 她就故意下毒 要你救人 你们这么一比 就比了十年 是吗 不比了 再也不比了 我今天发誓 从今天开始 我不争强 不好动 永远不比了 有一点我还不明白 胡夫人 怎么会和金花婆婆 扯在一起了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有一对 自称是东海灵蛇岛主人 金花婆婆 和银叶先生的老夫妇 身中剧毒 找我来求你 当时我坚持 见死不救 绝不为他人破例 虽然金花婆婆 许下我极重的报仇 只求我救老岛主一命 但我还是袖手不顾 这意外的是 这对老夫妇 居然并不向我用墙 便即暗然而去 最近 夫人在外得到消息 银叶先生毒发生亡 金花婆婆正迁怒于我 夫人是怕我有事 赶回家来 让我假装染上天花 不见外人 其次夫妻潜心思索 如何抵御 那个金花婆婆的法子 接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都清楚了 原来金花婆婆伤我们 是有意 是胡先生 是不是坚守诺言 除了名教弟子以外 绝不替外人医病疗伤 一号急咕咕的是我 跟牛先生无关 虽说无关 但也得到了我的暗示呀 所以夫人在每个人的 饮食药物中 加上了毒药 其用意义玩 一是要和我继续比赛 二是 也是对我的一番好意 免得无忌治好了 各种怪病 金花婆婆 势必要怪在我的头上 那么我就是 在劫难逃了 走 走 怎么了 师妹 师妹你怎么了 师哥 师哥 我们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 可是你总是看不起我的读书 不论我下什么毒 你都能医得好 可是 可是这次我服的是剧毒 你要是能把我救活了 我就 真正能服了你 你这是何能 牛先生 刚才我给他服了三颗牛黄血结丹 难道无效吗 要是有效 能腾成这个样子吗 牛先生 医术神通 难道你夫人服了什么药 你都不知道吗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服的应该是三虫三草的巨 只是这六种 如何搭配 我还看不出来 师哥 师哥你干什么 师哥 不要管我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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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师妹 你丈夫无能 师妹解不了你这个毒 我们只能到阴草地府去见面 在黄泉做夫妻了 师哥 你们先生 我服气的事不要你管 出去 我 出去你跟我 去 我们出去吧 来 师哥 师哥你怎么了 师哥 快 快扶牛黄血结丹 和玉螺丝核散 然后再用症结解毒 那又有什么用 我服的毒药 分量金 你服的太多了 要快 否则就来不及了 师哥 难过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可是你老跟我争强斗上 咱们夫妻一场 举少离多 我也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意义 倒不如死了好 一了百了 师哥 死 师哥 师哥 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师哥你不能死啊 师哥 我反正我以后 再也不跟你比试了 师哥 师哥你不能死啊 师哥 我反正在这儿 我可以愿意 把伤心给你 我以后 因为你一个事 你没看出来他是服了毒吗 出言不信 逃打 师哥 师哥 你不能掉下我一个人哪 师哥 师哥 妖子咱们一起走 师哥 德先生 让我亲自动手吧 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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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姑姑 我该怎么办啊 胡夫人 胡夫人 我们要怎样才能救你们的命啊 快 快给他扶牛皇血结丹 和鱼龙苏合伞 再用金针 赐他永全虚 救伟虚 快 柳先生好像还有气啊 太好了 找胡夫人说的方法救治他们 嗯 嗯 我要是研究不出 如何根出玄冥神掌的寒毒 我看不出一年 我真的要成白地下了 金花婆婆行事 极为警示 我想她一定会来探查 我们夫妻必须马上走 你要为我们修两座坟 希望这两座新坟 能骗得住金花婆婆 武姬 牛 胡先生 你终于认我了 我认你 我在心里一直认您的 武姬啊 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有过欢乐 也有过争执 今天就要分手了 这心里还真什么呢 我 武姬 不要难过 你心里清楚了 我们 是非找不可 我毕生所学 都写在这部医书中 武姬 送给你 你身中玄冥神掌 英毒难除 只派你好好研究 我这部医书 尽快找出驱毒的法子 只有这样之后 怎么才能有相见的儿子 该伤多了夫人 胡先生 胡夫人 保重 小子 你是胡青楼的什么人 一个人在这里叹气 我叹气 是因为我身上中了玄冥神掌 不久就要跟胡先生 玄冥神掌 这世上 果然有这功夫 是谁伤了你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汝原王府的人 我中了他的玄冥神掌之后 我特地来找胡先生 要他帮我医治的 可是 他说我不是明教中人 不肯帮我治理 现在 现在他死了 我的病没人治了 我真是 越想越伤心 英俊文秀 讨人喜欢 可惜啊 中了这不治之毒 孩子 你的父母是谁 我爹叫张翠山 是武当派弟子 我娘是 什么 你是武侠张翠山的孩子 哦 我明白了 用玄冥神掌伤你的人 一定是要逼问 金毛狮王谢迅和屠龙刀的下方 啊 金毛狮王和张翠山是拜把兄弟 你一定知道他人在哪儿 我 我不知道 乖孩子 你只要告诉我 谢迅所在 我金花伯伯一定医好你的寒毒不说 还要教你一身天下绝顶的功夫 怎么样 我爹娘不要性命 也不肯把我义父的行踪告诉其他人 你认为我是背叛义父 背叛我爹娘的人吗 还挺硬的 啊 看来 我怎么对你说 你都不会告诉我谢迅的行踪了 对不对 也知道就好 好 有骨气 那我就带你到东海灵蛇岛 慢慢地折磨你 看你这小小的年纪还能熬多久 走 我不去走 我不跟你去 跟我走 金花婆婆 请不要为难小孩子 你怎么还没死 你怎么还没死 我金花婆婆的事 要你在这儿多嘴多舌吗 走过来 让我看看 你怎么还能活到今天 过来呀 小福 怎么如此的争气啊 阿丽 师父 你怎么到今天还没死啊 这位婆婆 让你过去给她瞧瞧 你就过去给她瞧瞧 别丢了我们峨眉的脸 过去啊 是 不必了 我跟你们峨眉派无冤无仇 今天懒得给你们扯了 你不想扯 我倒要扯 金花婆婆 你不在你的灵蛇岛上纳服 却跑到中原来生事 还假冒我峨眉派救难暗计 这笔账也不应该算呢 要跟老山算账的门派多如牛毛 我不在乎你峨眉一派 好狂啊 好 我倒要看看你手中的珊瑚金管 有没有你的语气硬狂 当年郭湘创立峨眉一派 明动天下 如今传到徒子徒孙的手里 我倒要看看还有几成功力 就算只剩下一成 我也不敢犹辱失明 好 我手都麻了 你放开我吧 我不放 放开我吧 我就是不放 看你把我怎么样 你手中拿的 可是天下第一宝剑一天剑 算你识货 果然是好剑 好 今天我认输了 阿里 走 师父 师父 这个老太婆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敢跟您老人家较量 自讨苦吃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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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虽然仗着一天剑 削断了金花婆婆的拐杖 可是她的魅力 让我气血翻腾 小福 小福 人家想帮你吗 可是不懂得上药 我自己来了 宝贝 不懂得上药 你会为何这么说 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真正的 我就想帮你 你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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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我好担心我娘 可是 姬姑姑又不准你去看她 这样吧 要不我去看看你娘吧 我以为你以命丧天鹰教 我一直为我的好徒弟身上不舍 痛心惋惜 但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 你还活得好好的 弟子以为师姐已经 你的事我怎么会清楚 我也跟师父一样 以为你死了 我还建议师父在峨眉祠堂 为你立了长生牌 那天三主香的祭拜你呢 我不管你当年是怎么离开天鹰教 我只想知道 你既然活着 为什么不回峨眉 我无眼面 见师父 是因为你身边的小女孩 她是弟子的亲生女儿 小夫师妹 峨眉门规 第三届是届迎邪放荡 你在外私生孩子就是犯贱 最不可原谅的是 你竟然十年不回峨眉来 借心向外盗版师门 说话呀 弟子知错 既然知错 不可不乏 严重为戒 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等等 师父 门有门规 小夫师妹出发门规 我还有话要问她 我问你 你是跟谁生的这个小女孩 举事回答 不许忙我 是 杨潇 谁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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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没照着你入侵 小夫 师父 你始身于她欺瞒师父 道反师门 私养孩子这些 我全都不计较 如今我要你去做一件事 师父吩咐 弟子自当 竭尽全力 你知道 杨潇 在什么地方 弟子知道 你去杀了杨潇 将功不过 不 你说什么 不 师父吩咐的任何事 弟子都绝不迟疑 唯有杀杨潇 我不能做 尽小福 不管江湖上人们 怎么评断杨潇 在我心中 他都是有情有义的好人 没有他 弟子早已不在人世 没有他 师父的一天 小福师妹 师父已经不计前过 给你机会了 你何苦要自走绝路呢 别说峨眉派 与杨潇素来有仇 就是魔教 也是江湖的公害 你杀杨潇 是为江湖除害啊 师妹 听师姐的话 师姐的心意 小妹心领了 只是 你不理解 你不会明白的 我就明白 如果你不听师父的话 师父就会 那我只有一死 一线师门 师妹 师妹 不要跟他多说了 敏君 你退下 是 季晓夫 我只要你说一句话 你杀不杀杨潇 弟子 弟子 对不起师父 你 你 你 空 留在世上 我 救命 师父 小随师妹敢违抗使命 一苦而看来 全是为了那个小杂种 去除掉那个小孽种 省得留下祸根 是是 追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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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金姑姑 娘 娘 你怎么躺在地上 快起来呀 金姑姑 金姑姑 娘 娘 无奇哥哥 娘不理我 金姑姑 娘 金姑姑 娘 不悔 娘 你脸上都是血 我来帮你擦擦吧 不用了 不悔 娘要走了 以后 以后 你一个人在世上 要坚强地活下去 不要 走 极 Across 我 杀 靠 这铁燕烈 带着布尔 到昆仑山所望峰 找他爹养肖 娘 布尔哪儿也不去 布尔 你听话 要不娘会生气的 姬姑姑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布回妹妹送去的 你替我转告一下你笑 你说我不回 我永不 后悔 娘 姬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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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姬姑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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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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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